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实在看不懂你的字 书信的方式 现在我们说古老 它承载了那么多人的记忆 你每翻过一座山 你会发现你的理想还在前面 你还有更多的神风去跨越 了不起的歌 了不起的你 一首好歌 如同一壶好茶 一杯美酒 经得起细细品味 了不起的歌 就是在山川 在海岛 在溪流 绕梁三日 不绝于耳的音符 每个时代都有了不起的歌 或浅淫低差 或隐行高歌 只要你勇敢地唱出来 就会有很多人跟你一起陶醉 了不起的歌 了不起的你 欢迎来到综艺频道音乐故事节目 了不起的歌 欢迎淑南老师 欢迎海洋 小凡好 请坐 这个上次聊天的时候 淑南老师说听歌对于您来说 是工作的一部分 没错 那您不工作的时候还听歌吗 不听 其实我在年轻时候听过很多 现在我尽量减少听 甚至不听 因为听多了以后我会顺拐 当时我记得我在做让子弹飞那会儿 然后我儿子才四岁 他偷偷地跟我跟他妈妈说 他说那个妈妈 他说我觉得爸爸这段音乐特别 他不敢告诉我 特别像冰雪奇缘 我后来赶紧回去查文件 就真的像 是因为你不停地听 听了以后你的脑子里的注入东西 所以不能 我听海洋的那个电台节目 听了好几年 开车在路上总听 它是脱口秀的那个风格 但是它那个脱口秀中间 会穿插好多好多的歌 而且你选的都特别精妙 我当电台节目主持人 就是因为听歌方便 我电台工作的是98年 98年那会儿我还是没有那么多钱 去买卡带或者买CD 然后就觉得进电台 应该会有这个先天的便利 所以我就拼命地考进了电台 主要的目的就是可以优先地 听到各大唱片公司的那些专辑 然后把它据为己有的那种感觉 特别特别地满足 然后可以把很多我喜欢的音乐 和这些幽默的东西 结合到一块 可能就产生了另外的一种效果 你比如说讲了一个树南老师 那段特别心碎的情感故事的时候 你马上接一个副歌 你会觉得 歌还有另外的一种使用方式 就除了赏息的那种方式来听歌之外 在某一个故事和情境当中 这首歌你再听 可能跟原来完整版又不一样 听出不一样的意思来了 那既然你这么爱听歌 又爱推荐歌 那现在好吧 你就作为第一个推荐人 你跟我们说了 今天我们这期节目的 第一首了不起的歌是哪一首 我跟你说 为了这首歌的准备 我已经找了一年多了 它虽然可以称之为歌 但是歌词非常的少 只有一个字就是啊 它是一部电视剧的片头曲 当我一会把这个歌名公布出来的时候 你真的会让所有的中国人 都会觉得啊 瞬间回到当年的那个岁月当中 所以这首歌就是云工训音 就是86版的电视剧的片头曲 云工训音是电视剧西游记的片头曲 该曲一开始并没有名称 一直被叫做西游记序曲或前奏曲 在电视剧播出多年后 用网友取名为云工训音 在曲子中 作曲家许敬青将东西方乐器相结合 并大胆加入电音元素 完美地展现了 缥缈的天宫仙境 及试图四人取经之路的 壮丽与艰辛 成为承载几代人回忆的经典旋律 现在我们听啊 说这个云工训音当中啊 有树琴啊 有小号啊 电子鼓啊 等等这样的配器 但是在80年代的时候 书丹老师应该非常清楚 有这样的配器是非常非常少的 超前 包括电子音乐都没有 然后为什么说我 这首歌打动了我呢 就是我看过 许敬青老师的采访 就是当时啊 86版的西游记 快要上映的时候 杨洁导演呢 换了大概 好像七波作曲 他都觉得不满意 然后就找到许敬青的时候呢 给他提了一个要求 就是随便 然后这许老师 就特别特别的这个为难 然后有一天中午 他要午睡的时候 就听到外边工人啊 吃饭不是拿那个饭盆吗 就敲那个 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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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这样敲 然后顺着这样的一个 这个旋律 就创作了这个 我来补充一下 这种歌 已经到了一个什么地步啊 就是它整个西游记的配乐 到了一种 不容更改任何音符的地步 曾经啊 因为那个 严肃老师是我老师嘛 那么当时曾经 有很多人设法去改 它的感温路在何方啊 包括刚才那首片头曲 但是一点都不能动 因为这存在了 太多人的记忆 他们整个童年 80年代就属于西游记 所以没有哪一个音符能改变 对 徐晋星老师也是一个 特别有才华的这种作曲家 他能把这个 能给你营造一个宫殿的氛围 那已经形成了一种国民记忆了 国民记忆 就是我们要的就是那个味道 是的 那我特别想知道的是 这样的一首毫无争议的 了不起的歌 它背后的曲中人是谁 这位曲中人也相当了得 就是这个双排剑 没有 就是跟它有关系 不用猜了我觉得 那就让我们一起欢迎 我们的曲中人 王小伟 闪亮登场 他被誉为 琴键上的舞蹈家 灵动的双手 跳跃的足坚 宛如在琴键上翩翩起舞 他是双排剑上的精灵 一个人 一台琴 自由行走于 各种音乐风格之间 他对传统名乐的改良 与演绎深耕协作 即改编演绎的 数十首民族经典作品 均大获好评 他就是青年双排剑演奏家 王小伟 我没有想到 一个翩翩少女 居然对她音乐影响 最大的是西游记的大圣 对 小时候太喜欢看西游记了 而且幻想着自己就是大圣 我小时候呢 有一点男孩子性格 就是据我妈妈后来讲啊 说我大概从四五岁开始 因为我们家有院墙 旁边还有树 我小时候就是非常淘气 只要是中午吃饭的时候 我一般都不会在家里桌子上吃 我妈说我都会在那个墙头上抱着碗 你是穿上去的还是 不不不 爬上去的 就特别像一个男孩的这样的性格 对 那从什么时候开始 对双排剑产生兴趣的 是因为听了云共训音之后 觉得我能不能一个人 挑战一下这个作品 那个时候 因为还不知道这个情 后来一个比较一个巧合的机会 然后我爸爸从电视上看到 一个专家在弹这个琴 然后他就说 这个比较适合我女儿 因为我爸爸说 这个乐器是因为乐器的音色多 然后比较适合我 但是我看到的是另外一个角度 我是觉得哇 手也在弹脚也在弹 因为我小时候就喜欢看戏游记 什么射雕 就是对什么各种神功啊武术啊 就特别景仰 就每天自己在院子里嘿哈 我爸爸说 我完全是一个男孩的性格 所以我觉得 这个琴确实很适合我 你看云共训音 我虽然没有统计过啊 里边大概可能也就 七八种乐器以上的音色吧 你知道这双排剑 它大概能弹出多少音色吗 有什么它就能来什么 就有多少种乐器 它就能模仿多少种乐器 就能像个合成器似的 它是上千多种音色 它要挂采样会无限 是是是 刚刚顺杂老人说的 各种声音它都可以 但是为了演奏云共训音 因为我们也会发现 说所有的观众 他还是就喜欢原来的那个味道 那我们就会去 尽量地模拟原来的那个声音 就去找他那个声音 所以其实你也是音乐界的大圣了 只不过是女版大圣 你看大圣是七十二遍 小伟我相信通过双排剑不止七十二 应该是七十二的指数级的乘方的变化 接下来大家要不要社会实践一下 特别 请我叫小伟老师给大家演示一下 就比如说我们从一开始 从石头里面蹦出孙悟空的时候 然后后面 对 这个 这是什么乐器还是音色 这是 它其实是一种采样 采样 然后这个曲子大家比较熟悉的 就是那个登登登登 那个好火 对 瞬间 就是这个配方 回到那个集 对 这个画面 这个声音出来的时候 通常是大圣跳出来那个曲子 啊 它已经开始 已经开始了 开始这样 这样 对 然后就是用我的下键盘去弹 那同时脚下可能贝斯就出来了 然后合起 然后右手 琵琶和阳琴 啊 鼓掌 我的天哪 鸡皮疙瘩 对 然后无论它是什么乐器 可能在这个上面 就像一个调色板一样 可以让它同时奏出来 那等到后边 所以一个人从头到尾 我会把这个音色的组合方式 都给它编好 然后就一个人从头到尾 就弹到后边了 它有一个总谱 对 对 总谱 对 其实演奏双排剑的时候 更像是一个指挥 对 就是他比如指挥说 哎 到你了 到你了 那在这也是一样的 小伟坐回来吧 好 是不是 嗯 刚才我们聊了 所有的关键词 跟西游记大圣 它的配乐和那些画面 其实现在我相信 正在看我们节目的朋友 脑海当中 一定是自己对于 86版的西游记 或者是不同时期的大圣 在这个概念当中的 一个回忆 但是你发现没有 虽然是师徒四人 西天取经 但是好像大圣 在我们每个中国人的心里面 它是一种非常特别的存在 我觉得我喜欢西游记 喜欢大圣 可能更多的是 我觉得大圣 它有一个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的能力 它不光是说 嘿哈哈的动作帅 它说得很有道理 对 所以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很多行业 可能都会有这样的精神 然后大家都会去喜欢它 对 其实我通过这个云工信音 大家会联想到 86版的这个西游记 我觉得那时候的演员 在我们心目当中 真的就是匠人 这匠人是什么呢 就是在自己的框框之内 斤斤计较 我并不是闭起门来 我是开放的 但是在我的这个框框之内 对我做的事情斤斤计较 比如说虽然那个时候 没有很好的特效 虽然那个时候化妆 非常的简陋 虽然做音乐起来 我可用的音色又很少 但是就是靠时间的积累 把这些经典的作品留给我们 我相信每个人 每个行业的人 在里面获取的 都是属于自己的力量 那要不然这样 我们已经迫不及待了 我们就把舞台交给小伟吧 为我们带来这一段 我们大家都熟悉的云工寻民 好的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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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一个特别专业的问题 现在我这个年龄学习还来得及呢 非常来得及 我们的还有80岁的大爷在学呢 什么时候多长时间 能弹出云宫续音来 觉得他如果真的练琴的话 半年就可以了 我一边听乐 一边看小鬼在演奏的时候 我感觉就是 他一定很幸福吧 就是他这种作品感的完成 那种满足感 还有一个人可以把 自己喜欢的音乐 一个人像一个乐队一样 完整地去呈现出来的时候 我相信那时候 你内心那种满足感 是特别强的 我发现你特别懂我 确实是非常幸福 对 太贵了点 特别感谢小伟 带给我们的共同的 童年的美好的回忆 那现在呢 我们就正式把 《云宫续音》这首歌 录入我们的 了不起的歌曲库 有请小伟 好 太荣幸了 好 你就把这个音符放进去 好的 好 好 那天导演啊 跟我聊半天 手上我推荐一首歌 我想了好长好长时间啊 我就想到在1994年的时候 当时我在广州 很多人奔那里 中唱啊 新时代啊 太平洋影音公司啊 那么我当时也是在试音 我就看到隔壁有一个小伙子 他拿了一把吉他 特别柔腆 柔腆 可以说他很土 他弹了一首歌 后来他成了 中国城市民谣的一个 代表作物 他算是开创者吗 对对对 然后再给大家一些启发啊 原来有一句话叫 《风火连三月》 《家书抵万斤》 行了 已经猜到了 民谣家人家书呢 不就是一封家书吗 李春波的一封家书 是我跑活了啊 对 就是这一封家书 收录于李春波1994年 由中唱广州发行的 同运专辑《一封家书》中 歌曲以一种传统的方式 表达出浓浓的亲情 也表达了 对家书交流方式的 一种追怀 歌曲已经发行 在20世纪90年代的 中国流行乐坛 掀起一股尝试民谣的热浪 1995年 该歌曲获得 1994第三届金场篇奖 他把一封格式很整齐的信 从亲爱的爸爸妈妈 一直到此至尽礼 全部给你完整地表述 在一个吉他里边 红遍大江南北 让我们觉得 原来这种古老的 书信的方式 现在我们说古老 它承载了那么多人的记忆 是的 印象特别深 因为这首歌大火的时候 我们还小 所以只是觉得 这个歌很特别 特别的口语 特别的朴实 但是我并没有 真正能够感受到 歌曲当中那份情感 但是我记得 我爸爸跟我说过一句话 他说一封家书这首歌 他第一次听的时候 听得泪流满面 那我到了我现在这个年纪 我去重温一封家书 这首歌的时候 我就能够体会到 当时我父亲 听这首歌的那种心情 因为歌词就这么几句 非常精炼 看似口语 但它的每一个点都抓得 真的就直击你的内心 我现在作为 40岁的一个中年人 我能够体会到 面对父母的衰老 和父母之间那种情感的交流 就它真的是非常动人的一首歌 所以很多人评价这首歌 就是一封家书百般情 平平淡淡总是真 好像我现在歌曲太多了 我们甚至很难记住 完整的一首歌的歌词 但是一封家书的歌词 我相信有人说上句 我们就能说出下句来 是 而且呢 这首歌火了之后 很多人有自己的版本 比如说 你在哪儿就改成的 我现在北京挺好的 对 这也是之所以为什么 在1995年的时候 这首 1994年发现的专辑 它就瞬间成为了一首 传遍大街小巷 传遍全国 经典的歌曲 我现在最关心的就是 这首歌背后的曲中人是谁 就是青年相声演员 李丁 我们现在就掌声请出 我们的曲中人李丁分卡 李丁 青年相声演员 多才多艺 生活中 她是朋友身边的开心果 舞台上 她是幽默风趣的相声演员 因在第七届 全国电视相声大赛上 与搭档董建春 崭露锋 夺得铜奖 从而走入大众视野 跟这说上你叫什么名字 李丁啊 你瞧 说完你的名字 台底下一点反应都没有 说完我名字 没人退场 就算成功了 2018年 李丁荣霍 逼十届中国曲艺 牡丹奖 新人奖 李丁 谢谢 你好 你好 柯老师 柯老师好 李丁请坐 今天这个李丁是 一丰家书这首歌曲的曲中人 我特别想知道 你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 是不是像我那样 当时没有什么感觉 对 95年 95年 洛桑学艺 节目里面 她唱的 其实当时我 我小时候特别喜欢相声 小品这样的 小时候我不听歌 然后我会的所有歌 都是在小品相声里边听到的歌 我才知道的 然后当时看那个节目 罗桑学艺这个节目 然后她唱的 亲爱的爸爸妈妈 我觉得我以为是改的呢 我以为她改的歌词 我觉得这歌词真幽默 后来 我一看大姐小样都在放 不是改的 我说这个歌手就是这么唱的 我觉得歌词还能这样写 然后真的是写成一封家书的样子 然后我就觉得 这首歌当时给我的感觉 印象就特别特别的深刻 它很真实 我看着你拿了一轮 我说是信 对对对 因为咱们今天主题不是 这个一封家书吗 所以我觉得我得拿一点 这个真正的东西来 而且这个看起来还 哈尔滨庆路14号干三立记 先把地址曝光了 对对 你看这60加60 就是一块二 从哈尔滨寄过来 从哈尔滨寄到北京 一块二 这是好久以前的了 这是09年的信 哎呦 那真是很多年 但你保存得真好 真是08年的信 因为这个做这期节目 然后我要找信 然后这个信其实都已经是 搁到一个箱子里边 我好久好久不看了 我找的过程当中 我能够去寻找到 我当时的那些生活的片段和记忆 然后仿佛能看到 那个时候的影子 能看到好多穿着校服 或者穿着军装的朋友 站在我面前 你能不能找一段 你觉得最打动你的一封信 你给我们念两段 看看当年的你是什么样 我们想听情书 情书我是真挑出去了 苏老师 苏老师 您的创作就离不开情书 是吧 你看我们父母写的 也挺感人的 其实我在部队的时候 给家里写的信特别的多 写的第一封信 就是给我爷爷写的 我记得特别清楚 夏莲 我坐在那个小马闸上 都没有桌子 坐在小马闸上 就在腿上垫一个书这样 在腿上这样写这个信 特别特别地想家 就是没有这么久离开家 而且见不到家人 听不到家人的声音 特别响 然后就给爷爷写信 不知道爷爷好不好 就是爷爷在哈尔滨 这个那个 真的是写着写着 潸然泪下 就一个堂堂的七尺男儿 就掉筋豆 滴滴答答滴答答 眼泪就下来了 就落在信纸上 然后就把写的那个字 就晕开了 整个的信写完以后 我还把信要晾干 然后上面还能看到个泪痕 一式感叠起来 放到信封里边 贴上邮票 寄出去 大概得有 我在部队等了半年 都没有等到爷爷的回信 然后我实在憋不住了 给妈妈打了个电话 我说妈妈 那个爷爷有没有收到 我寄的信 妈妈说收到了 收到了 那个爷爷拿着你的信 给我们打的电话 说希望你以后 不要再给他写信了 我就觉得 就是因为爷爷也见不到我 就这样千里迢迢的信息过去 然后可能老头信里边会受不了 爷爷说了 不要再给他写信了 爷爷拿着你的信 看了一个多小时 实在看不懂你的字 说笑 太好多看了 好 感谢李丁 今天带来的这个单口作品 但我的泪痕可是真的 我是真叹哭了 我很快又给爷爷写第二封信 真的是一笔一画写的 然后又盼到爷爷的回信 我先给你看这个 这是爷爷给你回的信 就是带着泪痕的那封信 没有 这个没有泪痕 老信之吧 爷爷的字 爷爷字真好 爷爷字真好 李丁 孙 你好 三月九日的来信 三月二十五日收到 北京的邮戳是三月二十三日 只用两天就邮到了 说明邮局的工作也好起来了 少于高起来了 爷爷是特别欣系 祖国建设那种 那是 然后到处点评各种部门 那是这样的一个老子 今我高兴的是 你的字写得大有尽多 我终于认识了 我没费多大劲 就一气看完了 更令我兴奋的是 你认真履行了 共产党员的义务 发挥了模范带头作用 言行 以身作则 作为一个老兵 一言一行 都会对心灵有很大的影响 你能自觉发挥 模范带头作用 我自然非常高兴 希望你再接再厉 继续在遵守纪律 服从命令 军事训练学习 实施文化 提高思想觉悟 提高思想觉悟 方面取得更好的成绩 你也觉悟太大了 你也觉悟太大了 对 后面的这个大跌眼镜 大跌眼镜 对信中的错别字 改了一下 梦你参考 希望你学习 看报读文章时 要注意文字的用法 发音 尽量少读错字 尽量少读错字音 少念白字 写错别字 然后爷爷特别用心 你知道吗 然后他呀 他把我的信改完以后 给我寄回来了 你看我这个字 这我真的是特别认真写的 不错不错 写的真的很好 没有桌子 我趴在腿上 用例书写的 你看 我这个小子 都不像男孩写的词 对对对 老伯生姬 写错了 对 我这写的 爷爷您好 见字如面 哈尔滨还冷吗 你看我写这个 特别像一封家 说你的感觉 像 像 像 对 北京山区英飞草长 三月阳春 山色空蒙 蒙字写错了 挺会用词啊 我想整点好的分 你知道吗 虽然你给爷爷写的这个信 不够完美 里面有一些错字 可能还有用词不当的地方 但是我可以感受得到 就是你对家那种 浓浓的思念之情 然后尤其你第一封信 就选择写给爷爷 可见你和爷爷之间的 感情之深 我觉得我们中国很多的父母 就他们的那个 表达感情的方式 就是非常含蓄的 尤其是爷爷那一代人 而且我们也能够 通过这封信感受到 其实爷爷对你的爱 是多么深沉 我觉得好像我长辈啊 我妈给我写的信 其实也是这样 我给你看一下 她也是先批评我 就是他们都是这样的 她不是说李丁 我有多想你没有 她写的信也是 李丁很高兴收点的来信 你的字实在该练练了 就是我特别的 我特别的纳闷 就是他们对我的字 特别有微词 你的字应该练练了 你应该坚持 每个星期写一封信 这样既练了字 也能提高你的表述能力 就是在我们家 在我们家的印象里边 我后来能说相声 能就靠说话来挣钱 不可思议 世界特别不可思议的事情 就是李丁你 这样的表述能力 你怎么能靠说话来挣钱 没没没 那你现在在听这首歌 能听出不一样的感觉吗 我说真的 我听的时候会热泪盈眶 我听的时候会想到我的父母 为什么呢 是因为虽然现在 我们都生活在一个城市 然后确实疏于联系 书信是更没有了 可能我们这个年纪的人 会忙于工作 有时候我爸爸 和其他他的朋友们聚会的时候 然后就会跟他的朋友抱怨 我一年也见不了两面 我这一年见到他呀 都是在电视上 我知道 我爸爸他是特别 不想打扰我工作的 有一次啊 我们在小剧场里演出 我爸爸就是偷偷来看 偷偷买票来看演出 减票的那个小朋友 认识我爸爸 见过 然后就 所以就演完了以后 才跟我说 说李丁 我刚刚看见爸爸来了 你怎么不告诉我 你爸爸说了 说不让我告诉你 说那个什么 他就在二楼看着 然后因为我们的那个录像的 摄像机位也在二楼 所以他就旁边看那个机位 他就说了 说我真的看见 就是你上台的时候 叔叔真的是一直举着手机 把你的过程都录下来 然后旁边的观众夸你的时候 说就这场我觉得李丁说的最好 最有意思 我真的看到你爸爸哭了 你爸爸真的是在这样抹眼泪 我当时我觉得真的好愧疚 但是我知道的是这一次 我相信我不知道的有更多次 对 然后我就现在能做到的是 在自己没有那么忙的时候 尽量地多回去看一看 我俩特别熟 我跟你分享 就是我特别害怕 给自己留下遗憾 就是我去年我们家老头走了 他生病的四年 我一直在陪着他 其实在我春 就是来北京之后 我就给自己定下了一个规定 就是每年的 比如春节 元旦 五一 十一什么 其实有天大的事 我不管我是不是一个负责任的人吧 多么重要的一个节目 但凡我能征求我的意见来做的事情 我就一定会在家里边 因为可能有一天你不知道 我们经常说的是来日方长 但是往往又忘了 事事无常 你总觉得还有时间还来得及 所以这个世界上 我最不喜欢的两个词就是等 第一个就是等 第二个就是忙 就是等我怎么样了 我就怎么样 但你往往发现在等的这个过程当中 你忽然之间 你转身的时候发现 很多时候可能时间是不等我 所以我觉得 我们应该把更多的时间拿出来 确实是陪陪家人 我就说到这儿 就是我还想讲一个小故事 我真的翻信的时候 我看到这封信的时候 我半天我没敢打开 哈尔滨寄回来的信 我没有敢打开 我知道这封信就是爷爷寄给我的 又想看又不敢看 我特别害怕打开信的时候 我会瓦瓦大哭 我打开爷爷信的时候 我本来以为 我会把这封信哭使 但是我没有哭 我真的是笑着看完的 我觉得我爷爷当时离开的时候 我真的特别特别的伤心 然后但是过了几年之后 我再看到爷爷这封信 我会觉得我当时没有遗憾 我会觉得我爷爷当时也没有遗憾 我也是工作再忙 只要有时间回哈尔滨 无论是鼓励我的话 还是批评我的话 是一种穿越时空 穿越时空 和已是亲人那种对话 我觉得特别特别的幸福 那你现在就带着你的人生乐意 带着你对亲人的思念 爱 包括还有就是你对这首歌曲 全新的理解 今天在这个舞台上 为我们演绎这首一封家书 好不好 太好了 但是我不敢保证 能把您唱得热泪盈眶 因为我唱得确实有一些瑕疵 没事 我们想听 不影响 亲爱的爸爸妈妈 你们好吗 现在工作很忙吧 身体好吧 我现在光就挺好的 爸爸妈妈不要太牵挂 爸爸妈妈妈的家 虽然我很少写信 其实我很想家 爸爸每天都上班吗 管得不厌就不要去了 干了一辈子革命工作 也该谢谢了 我买了一件毛衣给妈妈 我买了一件毛衣给妈妈 别舍不得穿上吧 以前儿子不太听话 现在懂事儿 他长大了 我买了一件毛衣给你 Govern跑会在我的老师 我买了一件毛衣给你 我买了一件毛衣 want 这次是没有人 那天摇 从来丑大了 我会唱起来 哥哥姐姐常回来吗 替我问候他们吧 有什么活就让他们干 自己孩子有什么可期待 爸爸妈妈多保重身体 不要让儿子放心不下 今年春前我一定回家 好了 先写到这儿吧 辞职经历 辞职那个经历 辞职经历 辞职那个经历 辞职经历 辞职经历 辞职那个经历 辞职经历 辞职那个经历 辞职经历 辞职经历 一辞职经历 你不来的一来来个音乐剧啊 哎呀 真的啊 还带琴经表演 其实结尾部分 就把你这个戏曲曲的那个 融合了辞职 人家是 辞职那个敬礼 他唱的是 辞职那个敬礼 唱出戏曲的感觉 我觉得应该是 那个琴的问题 那个琴不太好 我觉得要是用后面那个琴 我应该就 那个调就能更准 好 那我们欢迎李丁 再给大家演唱一首 没有必要 没有必要 好 特别感谢李丁 今天给我们带来的 这首《一封家书》 那现在我们就把这首 大家都非常喜爱的歌曲 我们正式把它收入 我们的了不起的歌曲库 好呀 我们请李丁来完成这个仪式吧 来 好 我觉得我要听见 这首歌曲啊 歌手 它是非常容易被猜到的 我给你们一点点线索吧 李春波 我这么说吧 就是说我们要说到 华语乐坛 华语歌坛 它是一个不可能 被绕开的名字 虽然这位歌者 已经离开我们 有一段时间了 但是呢 他还在不断地被人模仿 但是真的很难被超越 同时他的那些 经典的金曲 还在不断地 被歌手们 音乐人们 以各种全新的方式 去演绎着 其实你不说被很多歌手 不断地模仿的话 有很多人 比如说我们能想到 什么邓丽君 张国荣 陈百祥 对不对 但是你说经常被模仿 那一定是邓丽君 没错 就是邓丽君 那么说到邓丽君 因为他的歌太多了 这首歌呢 我觉得也不太难猜出来 因为呢 这是他的一首粤语歌曲 收录在他的第二张 也是他最后一张 粤语专辑里面 他一共就出过两张 粤语歌并没有那么多 那么这首歌呢 是他传唱度最广的粤语歌之一 漫步人生路 漫步人生路 改编自日本歌手 中道美雪的歌曲 习惯孤独 由郑国将粤语填词 邓丽君演唱 发行在1983年 邓丽君第二张粤语同名唱片 漫步人生路中 歌曲已经发行 就拿下了唱片行 销量第一的鬼怪 成为了当之无愧的 白金唱片 作为邓丽君最后一张 粤语大碟的同名主打曲 漫步人生路 不仅是邓丽君的 知名歌曲之一 时至今日 仍在各排行榜单中 位列邓丽君 个人热门歌曲榜首 歌曲旋律潇洒快意 歌词激励人心 成为几代人心中的 经典名曲 我有一个感觉 就是我觉得邓丽君 对于他的歌迷们来说 他既是有光环的 耀眼的光环的一位明星 同时他又像是一位 知心的朋友 那我觉得这首就是 漫步人生路啊 从这种意义上讲 我感觉它有点像是 邓丽君送给歌迷们的 一份人生祭语 就是唱给大家的 因为它里面有一种 非常洒脱豁达的 勇敢的人生态度 就是不管人生中 经历什么样的风雨 我们都要勇敢地往前走 我都会陪在你们的身边 那么其实我今天 要引出的这位曲中人呢 她是一个才女 九五年生的 在我们请出她之前呢 我们先来一起观看一个短片 我们认识一下她 好 陈建盈 她是我们的曲中人 青年导演陈建盈 你好 你好 谢谢 你好 谢谢 你好 谢谢 给大家带了小礼物 是我这部海边升级 做悬崖的媒体手册 谢谢 谢谢 里面有我们的所有的剧照啊 还有一些文字的东西 你导演是吧 我是导演 对对对 谢谢 而且我们是作者导演 就是这个作品是有很鲜明的 个人风格的 谢谢 不过说真的 我们先要一起祝贺一下建盈 特别了不起 谢谢 谢谢 在今年的五月份 刚刚获得了 嘎那地影节的最佳短片奖 这是特别有分量的一个奖项 而且这么年轻 就获得了这么重量级的奖项 我觉得她其实也是代表了 同时也向世界彰显了 我们中国青年影人的 新锐力量 谢谢 祝贺你 祝贺你 谢谢 建盈是《漫步人生路》 这首歌曲的曲中人嘛 我听说是因为妈妈 你爱上这首歌的 对 因为我有记忆以来 我记得我妈妈哄我睡觉的时候 就唱这首歌 就是那个 怎么唱 然后就是这种 然后一直唱着 就这样哄着我睡觉的 95年 在东北哈尔滨 哄孩子睡觉 就已经唱月宇歌 我妈可太阳气了 我们那个年代啊 我们80后那时候唱的 就是风儿年 对 对 对 儿 对 对 所以这个旋律 从小就印在你的脑子里面了 对对对 那那个时候你理解这个歌词吗 应该是不理解的 就完全听不懂 但是那个旋律 其实我很久之后才知道 它叫《漫步人生路》 但我觉得它就像有一种 预兆一样 就是它讲的就是 路纵然崎岖 你不要怕 然后风中可以赏雪 雾里可以看花 然后快乐和什么 就是你的整个人生 其实跟我现在的感觉是一样 作为你这样一个年纪 亲戚就获得如此大的成就的人 我很难想象 你的人生是怎样崎岖的 在我看来 你是一个非常幸运的存在 就是这个行业 其实任何人 就是只要你看到我的时候 一定是我有成绩了 你才看到我 所以就会觉得 好像它一直都很顺利 但是那是因为就是低谷的时候 你就根本看不见我 拍电影一开始 我是就是爱好嘛 就什么都不知道 然后就拿个DV 写个故事就拍了 那个时候最难的就是拉赞助 就是我是跑遍了 哈尔滨大街小巷 就是跟人家敲门说 我是哪哪哪的学生 我想拍 你是人肉 就是用这种人跑腿的方式 人肉跑腿方式 就天天问 我拍个电影 您有兴趣吗 没有 就是这种 所以在做导演之前 先干的是制片人的活 但是这个是有好处的 就是我发现做导演 你同时也做制片的话 你其实像我 包括我还做执行导演 所以我就会对整个剧组的预算 周期我非常有数 然后整个会觉得自己 能够掌控的方面更多一点 其实作品就更接近于 你想要的那个样子 是的 后来你去了美国读书 我听说当时出去读书 还是一意孤行呢 我前两天翻着一个短信 是当时我应该是在考试还是干嘛 我妈半夜三点 给我发了剧长的一个信息 跟我说 现在你这么关键的时刻 你不能就是去弄你的那个小短片了 你得好好把考试考了啊 什么什么 因为那个时候 因为我家里不做这个行业 所以他们会非常担心 说你之后 如果家里帮不上忙啊 你自己一个人进入到这么一个 看起来很花花世界的行业里 就是爸爸妈妈会非常担心 对啊 后来在国外读书 读书那几年 就是其实应该也是吃了一些苦的 对 读书那几年 发现爸妈说对了 这事真是太苦了 因为我大学也是在英国读的 我学的是电影 所以我跟你其实走过同样的路 我知道出去读书那几年 对于一个年纪轻轻的人来说 意味着什么 对对对 因为我一直就是 那时候还要自己扛设备 然后自己去租卡车 就是永远都在拍 然后你永远想把每一个机会都抓住 然后那个时候也没人帮你 你就只能一个人 就是也不知道这片子拍得怎么样 就一直循环 四年都是这样 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耳畔有没有回想起儿时 躺在妈妈怀里听到的这首漫步人生路 嗯 他的歌词里面其实就像 嗯 他真的是把人生阐释的 我觉得很给人以治愈和鼓励的力量 就是没有一个人是永远站在高光里的 嗯 就是呃 你可能有一个高光之后 你会重新进入一个低谷 就像拍电影一样 你一个作品结束了 它就是结束了 就是它永远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 但是你每翻过一座山 你会发现你的理想还在前面 你还有更多的山峰去跨越 但你一路看来的风景就是你的收获 这首歌词的魅力 对 就是邓丽君的魅力 通过她的形象 她的歌声 她所反映的情怀 她的温婉嫌淑的气质 都特别符合亚洲人对于一个女人的审美 嗯 所以她会成为一个大家都很喜欢的这样一个明星 就是你说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一味地往前走 我们去追求速度 追求成绩的时候 可能会忽视很多东西 对 比如说来自童年 来自我们记忆深处的某一种力量 如果你意识到它的存在 它会始终就像一个充电宝一样给你能量 对 从你坚持自己坚持一定要出去读书 到回来去坚持拍自己想拍的 去表达自己内心真正的声音 我觉得这就是一种自我 也是一种勇敢 所以特别好 谢谢建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分享 那现在我们就一起把这个舞台送给这首《漫步人生物》 在你身边流水远未疲倦 伴你晚行一段前一遍 如果高风另一风却又见 目标退远离想你再次 路纵崎嶇也不怕受磨练 愿一生总苦痛快乐也提 愿快被爱在身边 穿有转 风中想说 无礼想花快乐回船 无用计较 快一束身边 美丽每一天 魂愿曲信 未经两神在脚边 愿将欢笑声 怀疑苦痛那一面 飞也好 起也好 每天找到新发现 让乘风吹一吹 进观给我两考念 笑愈点 放心耍 早已决心向着前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路纵崎嶇也不怕受磨练 愿一生总苦痛快乐也提 愿快被爱在身边 转有转 风中想说 无礼想花快乐回船 无用计较 快一束身边 美丽每一天 还愿曲信 未经两神在脚边 愿将欢笑声 怀疑苦痛那一面 飞也好 起也好 每天找到新发现 让乘风吹一吹 进观给我两考念 笑愈点 放心耍 早已决心向着前 Zither Harp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那在我们完成仪式之前 我们最后再给一点时间 想让剑莹来为自己的新的电影 提前预热一下 它是一个爱情片 我觉得不管时代怎么变化 其实我们对于最纯粹东西的向往 在任何时代 其实都有它的力量 所以在哈尔滨这样一个 冰雪透明 很沉静的一个世界里面 我想讲这样的一个 献给成年人的纯爱故事吧 太好了 值得期待 现在早日在大荧幕上 看到你的长篇处女座 我努力 加油 剑莹 加油 那现在我们就完成 我们今天看到的仪式 我们让漫步人生路 正式地纳入我们的 了不起的歌的曲库 好 好